大家好,我是小音 很多人把猪肉买回家只会炒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不用炒也不油炸 放锅里蒸一蒸,出锅瞬间就变成美食 这做法比烧烤店的烤肉串还要好吃 这是我花了八块钱买了一斤猪瘦肉 这种瘦一点的猪肉吃起来口感更好,不会油腻 吃起来更香,让你吃出牛肉的味道 首先我们来把猪肉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厚度在一厘米左右就可以 全部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一厘米左右的粗条 最后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方丁 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也可以切得更大一点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切成长长的小段 一小块去皮的生姜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和猪肉放在一起 在碗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一小勺老葱散色 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加一勺麻辣鲜 一小勺高度白酒去新增香 然后用你的右手把它抓拌均匀 尽量多抓一会儿 让我们的肉丁充分的吸收料汁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入味 抓拌至肉丁散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和牛肉一样的颜色 然后再加入半个鸡蛋清 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继续抓拌均匀 鸡蛋清和淀粉 可以使肉丁的口感更加的滑嫩 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孩子也可以吃 抓半只肉丁完全吸收鸡蛋清 然后放一旁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肉丁就腌好了 再把里面的葱姜挑出来不要 接下来把肉丁一块一块的摆到蒸屉里面 中间要留有缝隙 这样受热更加均匀 并且不会粘连在一起 全部摆好之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两勺辣椒粉 两勺炒熟的芝麻 一小勺胡椒粉 一小勺花椒粉 一勺紫阳粉 一点点13香 然后用筷子给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猪肉也已经蒸好了 哇好香啊 现在这味道就已经很香了 这时候的肉已经蒸熟了 也可以直接吃了 这样蒸出来的肉 没有经过高温煎炸 口感非常的嫩 然后我们把它一块一块夹出来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准备好的香料倒进来 转小火翻炒均匀 把调料的香味炒出来 这里一定要用小火翻炒 如果火大了容易炒糊了 就闻不到香料的香味了 翻炒一分钟左右 再把蒸好的肉丁倒进来 然后继续保持小火 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肉丁都裹满香料 把肉丁炒得干一点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炒至香料都裹在肉丁上 像这样就可以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再准备一些生菜铺在旁底 把炒好的肉丁放在生菜上面 这样做出来的肉丁外焦里嫩 超级的好吃 因为是蒸熟的 里面非常的鲜嫩 吃上一块满嘴流香 可以当小零食 也可以下酒或者是下饭 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